Hello 大家好 我是雞翼達人 今天會用氣炸鍋做沙薑脆雞翼 平常吃蒸煮的沙薑雞翼就試得多了 有沒有試過脆的沙薑雞翼呢? 好 一起來看看怎樣做 首先準備4隻雞翼 然後用清水沖洗 然後放1匙鹽入水中 然後把雞翼放進去 浸泡3小時 這樣就可以把雪味去除 3小時後拿雞翼擠出血 這樣就可以去除雞翼的腥味 如果怕腥的話可以多加1匙鹽醃5分鐘 這樣就可以完全去除腥味 有些朋友問為什麼雞翼不入味 因為你未吸乾雞翼的水分 所以它就沒辦法吸收醃料 其實還有很多方法可以去雞翼的雪味腥味 只要你按右上角這條連結 你就會看到不同的方法 事不宜遲,讓我醃雞翼先 用以下這些醃料 醃雞翼最少3小時 最好醃過夜 雞翼才會夠入味 醃料裏最重要是沙薑粉 你可以放多過1茶匙 可以放1茶匙也沒問題 而蒜蓉方面 我用了這個 我在西班牙買回來的蒜蓉醬 代替蒜蓉粒 醃好之後 就要預熱氣炸鍋 135度4分鐘 在等著等著熱熱 就將雞翼撲一層生粉上去 然後先放入氣炸鍋 氣炸鍋裡沒有素油 雞翼也不會黏的 好,轉頭我調180度 氣炸5分鐘 好了 這麼快就完成了 反轉另一邊 再氣炸鍋 3分鐘 你看到底部 即是雞皮 厚的那邊 其實已經是 有少少金黃 但表面還有白白色 那些生粉 還未炸鍋 反轉之後 再調調至180度 3分鐘 好,這麼快就完成了 其實兩面合起來 已經焗了8分鐘了 現在我再一次反轉它 我會用200度的大火 氣炸1分鐘 就盡量逼出油 嘩,很快也很漂亮 然後最後一轉 我也是反轉它 也是用200度的大火 氣炸多1分鐘 如果各位的雞翼是大隻的話 其實在這裡 你就要用200度氣炸2分鐘 嘩,大家看看 嘩,這麼快就完成了 嘩,看看金黃鬆脆 一碟這麼簡單的氣炸鍋 好,沙薑雞翼就完成了 當然,你還會看到 我有一個沙薑汁去蘸 加上沙薑汁 就是很美味的了 另外,我知道有些朋友 未必用氣炸鍋 所以我在後面 都會加上煎鍋的食譜 大家記得留意 各位朋友 如果你喜歡我這次的分享 請你給我一個讚 還有,如果你的朋友 都喜歡用氣炸鍋煮食 你可以分享這條影片 讓他多個選擇 最後,希望你會按我的鈴鐺 然後有新影片的時候 我會第一時間通知你 好,說到這裡 拜拜 拜拜 拜拜